记者郑明祥苗栗报道,苗栗县后龙镇著名景点客家园楼,除了仿佛建土楼的特色建筑外,夜间灯光景观更是迷人,但近来却因照明设施损坏持未修缮,入夜后园楼灯光闪烁,被游客讥讽是走电音风,而距离客家园楼不远处的英才书院,也出现景观灯夜间失明等问题, 不仅县民之探狠掉漆,更之以县府撒钱办晚会活动,却连基本设施维护都做不好,怎么判观光客家园楼屋顶设有近200根白管灯,每晚6点至11点亮灯,但使用近4年已漏约3成的灯光损坏,虽然不影响整体照明及安全性,但光线一闪一闪的却有爱观瞻, 然而修缮需出动打型吊车更换,费用庞大,苗栗县政府文化观光局原机与成本考量,你累积至一定数量的灯具损坏后再一并更换,但有民众质疑,苗县府今年拨300万元于14四个乡镇市内办音乐晚会, 然而原有的景点维护都未落实,直批钱用错地方,怎么判观光? 主管客家园楼的文官局客家事务科说,过去因为编列相关维修经费,因此需向其他科室的工程单位找钱, 文官局局长李彦复则表示,现阶段经费已不是问题,已准备发包招畅商,将于近期全数改善。